在追不应和日举,每一句台词都是虎狼之词 叫做下辈子呀,好好过的日举 讲述了日本某个都市公新女孩小桃跟她的五个炮友 以及她的同事,她同事的炮友们 精彩故事 简直堪称,都是年轻人月炮心理观察手册 小桃做着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 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是个经常加班的社畜 只不过可能我们加完班,只能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 他们一边吃外败一边探紧,然后发朋友圈吐槽 北上广没有性生活 小桃,每天下了班之后,有五个男人等着他挑选 我有五个炮友,就算这个说没空 其他人也会兴致勃勃地等着我的 五个炮友,分别叫做up 他们职业不同,性格不同,性体号也不同 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是小桃在交友APP上认识的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探讨了当下的都市年轻男女 对关于男女在性行为的不同态度 比如小桃和女同事,就会讨论说 如何看待有处女情节的男人们 他们就会认为,非处女不可的男人 大都是因为自卑 他们想用对方经验缺乏来掩饰自己自信心不足 在男人身上有丰富经验的小桃还表示 想看一个男人有多渣很容易 告诉他们你来大姨妈了就好了 男人说,既然这样,那你就给我咬好了 男人说,大姨妈 那可以不带套了 大渣男 男人说,我最喜欢必须洗银腔了 大变态 小桃心目中的满分答案是A君 温柔的说,今天就乖乖睡觉吧 然后带着小桃吃完了拉面 回家一起抱着准备睡觉 像A君这样温柔体贴 又帅气多金的男人 谁不爱呢 小桃就这样遭遇了人生中最惨的悲剧之一 爱上一个炮友 但是A君转头就跟他说,我有女朋友了 我女朋友,还偷偷摸摸跟小桃约 哪怕在小桃家已经睡下了 女朋友一个电话,A君就立马起床回家了 甚至,哪怕小桃直接穿着全套新的那一过来找A君 两人已经进行到衣服都脱得差不多了 女朋友一个电话,A君立马说 你赶紧穿上衣服走吧 我女朋友马上要过来 还不忘提醒,你注意一下 不要把你的头发掉在我家 小桃满心里以为,只要自己在A君身边足够久 总有一天可以取代正台女友的地位 他说,我很喜欢你 哪怕你有女朋友也没关系 只要你不要离开我就好 本以为自己一片情真意切 多少能让爱君感动 但是狗男人心里想的指示 真是个纠缠不惊的炮友啊 这部剧还讨论了男女不同的热炮奔机和类型 拥有五个炮友的小桃 看起来放荡不羁 只是为了单纯享受心爱 可实际上他更想要的是别人的关注和喜欢 以及一份唯一的爱情 他在跟男人闻约的时候 更多时候只是在满足男人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他很少考虑自己爽不爽 只会无底线地迎合男人的各种奇怪体好 哪怕不舒服 也愿意让对方尝试新姿势 弄通了还安慰自己说 多试试或许就好了 对方毫无前夕 不许早 没受奉服务 他并不喜欢 却从来不说 小桃并不是在享受性 他只是通过满足男人对性的需求 来获得存在感 坦白讲 如今都2020年了 我也不觉得约是一件多么道德沦丧的事情 我身边有些朋友 约也是坦坦荡荡地约 有的说暂时不想确定关系 有的是单纯喜欢追求刺激 我比较欣赏的 是第三位约的心态 我就是喜欢享受性生活 但是 更多的女孩 往往都是第一或者第二大心态 因为是想要被人爱 被人喜欢 被人关注 却通过选择放纵自己的肉体来满足 这样的结果 只会越来越空虚 有五个炮友又怎么样呢 内心没有安全感的话 你还是会忍不住担心 很快 他们都会离开你 去找更年轻漂亮的肉体去了 可是亲爱的 他们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他直接心感兴趣啊 不要期待一个炮友会跟你说 做我女朋友吧 如果你真的想要恋爱 想要一段认真的恋爱 不如一开始 就不要去试图从炮友中寻觅真爱 请不要用爱情来侮辱纯洁的约炮好吗 很多人都听说过所谓的炮友越真情的故事 我们在一些浪漫爱情喜剧电影里 也看见过这样的桥段 但是现实生活里 这种浪漫故事发生的概率并不大 就好像在这部剧里 男人们一边通过交友爱 约妹子一边跟兄弟吐槽 这上面的女人都是公交车 前那次其实是 如果我要交正式女朋友 我可不会找那种喜欢约的 男人才被你想象中那么傻 会被绿茶表骗 很多时候 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 他比你更漂亮而已 我不会认为说 如果一个人男人只想睡你 不想爱你 那说明你是个不值得被人爱的女人 某种程度上来说 作为一个中国女孩 我们在性上面遭受的压抑 可能比放纵很多 我想说的是 性自由 很多时候跟追求爱 往往不是一回事 有很多缺爱和缺少关注的女孩 往往在对待性生活上非常随意 一次次沉迷于跟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上 他们似乎认为 如果有更多男人愿意睡我 那意味着我更有魅力 可是女孩的自信 并不仅仅建立在拥有性魅力上 性本身并不会质疑你 只会让你越来越怀疑自己 你明明想要的是被人爱 却放纵自己纠缠在一段段 对方只想要性的关系里 往往会陷入一次次 为什么我睡过的男人 都不爱我的自我否定当中 你追求性 你得到了性 你获得了满足和快乐 你想用追求性放纵的方式来获得爱 那你只会有一次比一次更失望 一次比一次更伤心 一场合格的约袍 是双方都很享受性 没羞没骚的快乐运动 至少也得让自己爽吧 老娘辛辛苦苦化了妆 换了成套的内衣 难道是为了紧紧服务别人的吗 你咋这么有奉献精神呢 想要爱 想要性 想要了解 都不稀奇 稀奇的是 你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有能力去得到 就算暂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别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让别人满意上 认认真真生活 认认真真去追求你想要的幸福 你想要的爱 你想要的单纯的快乐 别再总是说 等下辈子我再好好过了 不如从今天起 就下定决心好好过吧 最后我希望你想要的爱核心都可以拥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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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